九龙灣靈探天地推出新的展覽 推廣低碳生活和建築 我們一起去看看 有山有建築 在這裏 小朋友都可以發揮創意建造自己的城市 這一個裝置藝術品 參與者可以隨意移動積目 和藝術家畫的山結合 嘗試建設和大自然共用的城市 這裏很多展品都可以摸和聽 展覽嘗試切入下一代的視角 從小朋友的高度 由下面仰望北極熊 可以見到可憐的他拿著冰 為流離失所而酷入 亦呼應身外另一隻北極熊 他全身凹凸凸凸 提醒大眾北極熊面臨絕種 未來或者只可以是 在數碼相片的像素之中出現 我們很希望人家會思考 其實他看藝術品的時候 他們會透過藝術品 去思考背後的意義 和藝術家創作的意念 可以是一個啟發性的思考 這次建造的藝術展覽 展期到下月17日 無線電視機者 洪嘉儀報導 再次建造